咱俩这饭也吃了 电影也看了 你对我感觉怎么样啊 毕竟咱们就是相亲认识的 总得给父母一个交代嘛 既然咱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那我这说话 也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呢 没有看上你 你这长相一般 身材一般 身高一般 工作还一般 就连你看那个小破车呀 也很一般 那你知道 我那是什么车吗 你那是什么车 你那不就是个小破越野车吗 哎呀 我这说话呢 有点直 你别放在心里去啊 那个你知道吗 之前追我的那些相亲男 他们都开什么车吗 他们都开奔驰S级的车 就你那小破越野车 根本比不上 没事 看成一点挺好的 那照你这意思 咱俩是没戏咯 那咱们以后 还会再见面吗 我觉得 既然咱们不合适 就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如果以后 你要是有事找我的话 可以见一下 如果没事的话 那就不要再见了 那行 既然这样 刚才呀 咱俩吃饭 一共花了五百八 来 你给我转二百八就行 这电影啊 就当我亲力看了 小大哥 你有病吧 你跟一个女孩子出来吃饭 你让女孩子AA 你还是个男人吗 你 请问 我怎么就不是个男人了 像你这样子 到现在还单身的 果然是有原因的 你的格局呀 就这么低一点大 那你这不是没看上我吗 凭什么以为一顿饭 就能把我追到手 像你这样的抠三男 我今天遇见你呀 真是晦气 屁 那我再请问你 咱俩相亲之前 你认识我吗 不是 好 那我们就算是陌生人了 那我有必要请你吃饭吗 你算是干什么的 还我追你 大姐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啊 你要搞清楚 咱们只是相亲 不是我追你 刘总 刘总 我终于找到您了 李秘书 你怎么来了 美女 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们两个是朋友 那我请你吃个饭 还要你AA的话 你可以给我一巴掌 可惜啊 我们并不是 还有 我什么格局 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自己 我有必要 惯着一个 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吗 家人们 认为我做得对的 认为这种女人 不值得交往的 请支持我一下 谢谢大家 哎 练擦针的 你赶紧去把我那个针也擦一下 哦 我不是 哎 你不是什么呀 你赶紧的 又不是不给你钱 我相亲对象马上就要到了 我可不想让他看到 我拉他的样子 那行吧 快去快去 哎 王姐 你给我接受那个相亲对象 怎么还没到啊 我都等老半天了 人家李总早就到了 就在停车场等你呢 呃 穿个绿裙子 白西装 带珍珠项链那个就是啊 啊 我 不会吧 你就是我今天的相亲对象啊 哦 你是富贵对吧 你好 好什么好啊 原来你就是个擦车的呀 哎呦 那王姐可跟我说啊 你是个什么李总啊 你该不会是姓李明总吧 哎呦 我说你们这些擦车的 现在怎么都穿的这么职业 这么时尚了 不是 这擦车的怎么了 这也是一份正当的职业呀 又不偷不抢的 哎呦 我实话告诉你啊 我这辈子啊 最看不上的就是你们这些底层的穷人了 啊 你一个月 挣个两三千块钱 那还不够我一顿饭钱呢 那听你这意思 您的收入应该挺高的吧 那请问阁下 在哪高就啊 我发现你是不是眼神不好啊 你看不到我长这么帅吗 啊 像我这样舍得 我还需要上什么班呀 要多少富败 还能对给我送钱花 穷鬼 那为什么你这都三十多岁了 还要出来相亲呢 我 哦 我知道了 是因为那些排着队给你花钱的富婆 并不是真的想要跟你在一起 对吧 哎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呢 你啊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呢 你 我是不是胡说八道 你自己心知肚明 那些有钱人又不傻 这俗话说 娶妻当娶贤 嫁夫则嫁能 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什么样 那些富婆啊 可都精明着呢 跟你逢场作戏 你还真的当真了 我说你这个黄脸婆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哈哈 我告诉你 就你这样使的 你这辈子都嫁不出去 我看你是误会了 我呢 并不是职业擦车的 我只不过是看自己的车脏了顺手一擦 因为 我有洁癖 那我请问一下你啊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你一个月 能挣到一万块钱吗 董事长 董事长 终于找到你了 李总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 我呢 就是王姐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 李氏集团的李总 我这一个月啊 确实没有任何的收入 不过我每年年底的分红呢 是五千万到一个亿不得 哇 这个 原来你就是李氏集团的李总啊 哎呦 我叫刘芬冠 你好 我觉得吧 咱们应该再深入了解一下 要不这样吧 咱们去我家 我做饭给你吃 啊 这就不用了 你做的饭呢 我恐怕是吃不下去的 因为 我有洁癖 家人们 像这种贪图名利 爱慕虚荣的男人 我是绝对不会要的 觉得我做的对的 麻烦点个爱心支持一下 感谢大家 妈 我着急面试 先干了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啊 没事 没事 对不起啊 把你手机撞坏了 你看多少钱 我赔给你吧 啊 不用了 这还能用呢 那个 我这还着急面试 我就先走了 老板 他这人是不是傻啊 你赔他钱他都不要 就要这个方案去做吧 嗯 你好 请问这个面试开始了吗 你是来面试的 啊 来 简历给我看一下 给 满爷 博士 学历这么高啊 那个 你的工作精力不够 回去吧 经理 要不 您再考虑考虑吧 主要是 我妈妈她生命住院了 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 求求你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哈哈 快点走吧 等一下 你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公司经理的 哈哈 那个 您就是公司老板吧 小姑娘 跟我进来吧 哦 恭喜你 你被录取了 啊 不是 老板 你还没看我简历呢 我 我虽然学历没有他高 但我的工作经验比他丰富的多呀 我想问你一下啊 你出来面试 都是用刚才那种方式来排除竞争对手的吗 我 哎呦 我刚刚都是跟他开玩笑的嘛 开玩笑 我们公司呢 招人主要看的是人品 像你这种行为呢 完全不符合我们公司的标准 麻烦你 请回吧 哎呦 老板 我知道错了 你就再给我个机会好吗 出去 小姑娘 恭喜你了 明天可以来上班了 真的吗 当然了 哦 对了 刚才呢 我把你的手机撞坏了 这是 给你的补偿 谢谢老板 小姑娘 你记住 善良的人呢 运气都不会太差 我相信你 加油 嗯 随随随随随随随 散散亮亮